當然後面六七八就比較少 一般來講都在前面的五棟 另外還有一個 在那個時候 剛剛各位在搶達的時候 又達到一個百貨公司的名字 第一百貨1965 在前面武昌那個地方 1965年 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以前我們小時候 小學大概二三年級 三四年級 很喜歡到第一百貨公司的名字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那個百貨公司裡面的 第四樓裡面有兒童遊樂場 那時候根本在家裡面 沒有什麼所謂的 所謂的那些遊戲啦 所謂的電腦啦 幹嘛 所以呢 很喜歡到那個地方 沒有消費 但是看了人家玩也很高興 就在前面的第一百貨公司 另外還有一個 在前面 現在關過來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有一個 有一個人發現 那個小學是什麼宿宴呢 金色宿宴 那個森 是森森部 生生不寫 生生不寫色 那也是在196566年 在那個地方 發生了火燒 只有幾層而已 那是五樓的地方 有個什麼萬國年漁舍 發生了大火 結果消防 所有的消防車 都在這裡灌救 這個附近呢 圍繞上萬的人就在這裡 聽說在那裡火燒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現在這個橫河的中華商場這邊呢 裡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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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拿不開 為什麼呢 這裡裡面是擔作 這樣的東西 裡面當時的火勢呢 是非常明顯 我們的消防車 連四樓的水呢 都灌不下去 那一次呢 有個消防隊長 小隊長就在那個地方 因為 他的雲梯 對 那所謂的雲梯 大概就是四樓五樓而已 那早期的消防社會 不是那麼高 雖然他的營定呢 斷掉了 所以那個小隊長 當早就在火場裡面就巡職了 就是 當時早期的這個新生區 後來重改以後 把那個聲就改成 聲音的聲 就是早期的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 整個的西門 西門 西門 跟我們中華商場 那 那 在那邊 就一個問題 喔 好 來 大早時間到達五樓吃喔 好 謝謝